假设世界人口从1980年开始 50年内每年的年增长率都固定 所以呢从1980年再加上50呢 事实会变成2030年 所以呢从1980年到2030年 它的年增长率都固定 所以它的人口增加呢 就可以用等比数列来计算 好已经知道1987年 世界的人口有50亿 而1999年的时候呢 第60亿的人诞生在萨拉佛耶 根据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推测 2023年世界人口数大概有多少亿呢 好1987年 我们有50亿的人口 好那1999年的时候呢 我们变成了60亿 好这中间是几年 1987到1999是12年 这12年当中我们的人口数呢 呈现了50亿到60亿 所以我们的倍率呢是五分之六 所以每12年我们就会增加五分之六倍的人口 好那我们现在要推测2023 好那2023呢 好1999差了几年 差了24年 好24是不是就是刚好两个12 所以我们可以在中间这边再取一个12年 所以这里是12年 这里呢也是12年 是不是刚好就是一倍 一个R 两个R 三个R 好所以我们假设 1987呢是A1 1999呢是A2 中间的这个呢 再过12年 是2011年 是A3 再过12年 就是我们要求的 2023年呢 是A4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算的呢 就是A4 A4就等于A1 乘上R的三次方 A1是50E 那R呢 是五分之六 所以我们乘上五分之六的三次方 好那我们在这边计算呢 有一点小小的技巧 我们把这个E呢 拿到最后面 而五分之六的三次方 我们把它写成 五五二十五 再乘上一个五 那六的三次方呢 是216 为什么我要把五的三次方 写成五五二十五 因为25和50刚好可以约分 变成二 好所以呢 这边E把它补上来之后 我们的人口呢 是变五分之多少 216乘上2是比较好算 是432 所以我们会有五分之432亿 那我们把它划成小数呢 就是86.4亿 所以当2023年的时候呢 我们世界的人口 总共会有86.4亿 这么多人哦 我们还是要接着 慢慢地 发现一步 我们还有这个 我们还有多数 毛 下车 进创